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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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水和魚蛋 經過實戰比試之後 似乎對攻防技術有更加熱切的追求 同時亦都感染到其他學員 更加投入課堂 興趣大大提升 大家都想在防禦手法以外 學習到更高的反擊技巧 之前都是教大家如何防守 例如我們單手、雙手 都是一個防守 但你永遠都是一個被動的姿態 其實是不能夠的 適當時你都會反擊 但在我們的概念裏 不是真的要打到人 傷害到他 我們只要制止到這件事 繼續發生下去 或者令到你相信 他不能夠再攻擊我 其實已經是好辦法 如果我們直接用一個拳頭 去直擊 傷害會比較大 我可以建議大家 我可不可以比較溫柔一點 我可以用一個掌 掌法裏面 我可以分開了一種 在掌裏面 你直推的 推掌 雙推掌 單推掌 有劈斬的 都是掌 譬如這些是劈掌 譬如這些是劈掌 譬如這些是上身過來 你一護住 在下面 這些我叫做撐掌 撐掌有正的 有反的 就視乎你什麼情況 譬如陣掌 對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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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外側一提 撐掌 如果正方來的 一撥 在這裡 順勢 這個手 有一個移動 而這個正推掌 不是一個正擊 它是一個推走的 而撐掌 由上而下 在前方這樣打 在這個地方 一打的時候 他受壓 他就這樣 好了 當你這個手打 他失平衡的時候 這個手再推 他就向我打關頭 待會我會跟大家說 我是托掌 托掌就是由下而去 托掌由下而去 我會被人感覺 一定是攻擊這個地方 其實都不是一樣的 如果對方的手 在下面 在關節托掌的時候 同樣的傷害是很大的 我這個做法 我們憑著 向下 升高 推掌 就變成兩重力 一個是腳的力量 將它推高 另外一個是手的力量 將它再推高 因為當你推的時候 對方提起的時候 你會失效 如果我們再關節 提起的時候 就算打不到 都能夠令你失平衡 所以他就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利用雙腳 去同手配合 如果你是純粹一個手 但如果我下面 托掌的時候 我的幅度大了 對方給我受制 是完全給我受制的 這個就是推掌的做法 你說他跟擊打方面 哪一方面更加是 傷害性大呢 其實看你怎樣運用 或者打什麼地方 或者對方當時的形勢 是更加容易 讓你用任何招數 可以推倒的 所以我們打的時候 譬如我們打肩膊 師傅為什麼不打中間 打肩膊 如果他大隻 他會頂住你 但是打肩膊 一推 他就會失平衡 是不是 在這個地方 一推下去 他這樣 他的關節 這個關節是不能夠向前 一定是向後座 一推下去的時候 另一手就馬上動作 這個就是我們通掌的技巧 和我們中間的理論 通掌裡面 不單止是推身體 手可以 針對頭部可以 另外身體直接擊打可以 另外身體在這邊一推 另外你失平衡也可以 這個就是掌法的運用 待會我們練一個盆手 放鬆 把圈做完 腳步也不需要特別安排 馬步的配合 讓他的自然感覺到有力 舒服就可以了 就不要說站得太直 令自己受到彈性 準備開始了 好了 舉手放鬆 轉一圈 翻過來 放鬆 是 放鬆 把圈都盡量做完 是 好 我們變成這樣 上去的時候 略為柔一點 下去再起的時候 發一點點力 好 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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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 發力 招繪 發力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